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预赛的第一名 国家集训队的黄明奇 在预赛中他跳一个6.0 一个5.6 是这次平均难度最高的选手 漂亮 完美啊 这个6.0 这个动作叫梁克善 是由韩国运动员梁克善 跳出来并且命名的 难度价值6.0 如果按照技术来解答的话 就是前手翻前置108 他比刚才的选手 整多转了一圈360度 别人就前面两圈 他三圈 对 给看一下 空中姿态还是保持非常棒 前手翻 128 整个身体姿态就在空中像一把钢尺一样 通过全球警告赛我们会看到国内真的有很多单向的高手 这个完成分不会低我相信 诺迪还往前一大步 证明他的整个的空中的高度还是有富裕 对 他预赛 跳这个动作就拿到了9.350的高完成分 15.266分 他的完成分是9.266 好 下面是第二票了 能不能拿金牌 就看下面这个动作 因为没有人可以跟他比难度 他第一跳已经成功了 第二个动作 跳276 第二组的76号动作 难度价值5.6 也是非常轻松 对 直体的力松 720 这个动作难度价值5.6 基本上我觉得没有什么悬念了 虽然第二个落地是有一点不该有的一个大步 那就是好 落地也是像后一大步 虽然是相互一大步证明他的 还是第二通风非常高的 落地非常充分 对 别人就是不够 他是过了 45.99 落地的时候双腿空间非常大 我觉得应该 爽能是有所保留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 他可以在上一个6.0 对 再多转半圈 对 再多转180 直接就是 对 直体力松做900 其实有的时候啊 做到劲比你收得要好一些 比如说我能做900 你让我做720 反而容易 不是那么稳 这个比心比得好规范 各种手势 第一 虽然现在比赛还没有全部结束 他只是第四位登场的选手 但他已经基本上是提前锁定了金派 预赛的第三名准备登场 预赛他是两跳平均难度5.6 两个动作都跳5.6的难度加值 漂亮 上马站稳其实还是非常难的 因为这次比赛他主要的对手是难度比他高一些的黄敏锐 所以呢 拼高的完成分是他要想冲击金牌的一个不二八宝 对开下慢动作 这个不好起跳 踩上个也是一个侧手翻 990 因为他的侧手翻 因为上板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是有90度 所以他在转 看上去是3000的时候 按照转体的度数来讲 他是990 多地站稳 分还是应该比较高的 选手需要等他第一个分出来以后 才可以去完成下一个动作 第一条得分15.000分 薛瑶扬的地方达到15.000分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完成分达到9.4啊 这是截止到目前为止 从资格赛比到现在 完成分能够达到9.4 他应该是差不多是第一个 第一个 对 因为之前从黄明奇的一赛来看 他的完成分是9.350的 薛瑶扬第二条 出发的 出发的 出发的前手翻前驱两个半 从慢镜头来看 不知道有没有屁股坐在地上 对 对 这个很关键 如果拳手不是脚先落地的话 这个动作就很危险 我们说的危险就是说这个动作的分数 可以看到选手一直在捂着自己腰 可能这个前驱两周落地 对腰的冲击力要比较大 看一下慢动作 前驱两周半 落地 最少是一个深蹲 他在判定得分的时候 一定考虑他的落地 并不是很充分 最少 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地 还是有 接触到的 对 臀部接触到的这个垫 其实从 整个技术的表现来讲 他其实是有能力 做得更好 但是我觉得他是想去 有空的去站 所以 忠心提早地有点宽腿 这个动作如果再加转180度 就叫 李斯光 由朝鲜运动员命名的动作 他这个难度是5.6 所以他把两个5.6都跳出来了 但是第二个5.6可能完球分 不如他前面那个分值那么大 可以看到虽然两个人 都是竞争对手 但是还是在互相交流的这种 不管是比赛细节 还是心理 对 这种经验的 互相的这种 交流 其实是彼此一种 进步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 因为每个人跳的动作不一样 我会问一下 你这么跳的感觉 第二条完球分 只有8.566 所以平均分14.533 那么今天首先要进行的是 第一项男子跳马 我们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 也特定邀请到了奥运会冠军 陈一斌 带来我们的解说顾问 大家好 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第一位要登场的选手 浙江队的陈一路 第一跳采用的是四二番 几百九 这次一共是有16位选手 参加了跳马 单向决赛的资格争夺 参加决赛的是八位运动员 成绩靠前的八位选手 测试翻九百九 罗地向后移大步 陈一路在预赛中的成绩是排名第七位的 从预赛来看 这次能够在跳马 这项目上能完成六点零的 是在资格赛中的是黄明奇 他是预赛的第一名 今年的全国体操锦标赛 男子跳马 能够跳六点零的只有两位选手 一位是黄明奇 一位是肖若腾 得分14点466分 第一跳到14点466分 接下来全一路将执行第二跳 第二个动作 施逸向裁判表示 他要开始比赛了 成组是建的墙 180 建的上板18 123 平时78 大家可能注意看到 今天的赛场跟前几天不一样 今天的赛场带观众 对 现在能看到这个感受到现场 其实气氛是非常热烈的 是的 那么前两天呢 因为现场是不带观众 所以很安静 对于从资格赛比到今天的选手来说呢 他需要在这短短的几天中 适应两种截然不同的比赛氛围 对 采用的是尖子上板180 72班 72班 逻地 裁线 男子跳嘛 如果想进决赛的话 他是必须采用 在育赛的时候就采用两跳 并且呢 这个两跳的这个种类 一定是要不一样的 可以采取侧手翻或前手翻 它才有区别 对 选手的两跳呢 首先是选自于不同的组别 同时呢 第二腾空还要不一样 不同的方向 姿势不同 度数不同 慢动力来看 空中的姿态还保持得不错 从运赛来看 这次进入到决赛的几位选手 从难度平均分来看呢 是黄明奇的平均分更高 他6.0 5.6两跳的平均分 下来是5.8 那么后面的选手像岑宇啊 曲瑞扬啊 都是5.6的平均分 呃 我们说平均分是因为 挑马单向决赛 它是两个动作 难度分完成分 相加除以二 所以你先看他的难度 就平均一下 看看难度又没有什么竞争力 就扣得多 打到最后可能要看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在两趟之后 全一路的最终准分 现在画面上切到的是 好这是刚才全一路 14.449 这是他两趟的平均分 预赛的第二名云南队的 陈宇 陈宇是两个5.6预赛 哎呀 跳的是卢宇富 对 由中国运动员卢宇富的名字 命名的跳马动作 难度价值5.6 但是这个不太够 高度不够 后期两周半 其实从技术动作来讲 看上去动作高度是够 但是他早的撒开腿 准备站了 你看到他这有明显的 静止撒腿 还是想的有点多 你可以看到慢动作 共同志俩还可以在这里撒腿 准备站 现在呢主要竞争的 屈尔阳 陈宇 这两位选手 要展开一个竞争 他们两个实力相当 所以他的对手应该是 主要是他是看着屈尔阳比 他们两个是一个 在难度上可以打平手的选手 所以这个时候啊 心理上的调节很重要 这个是怎么 好像放弃比赛了 对 就是可能是第一跳以后 对对对对 落地的时候 刚才看到那个角度比较大 对他的脚 可能脚活的压力也比较大 对对对对对的